首先要带您来看一个最新的数字 这是主计处公布了10月份的失业率为5.96% 这是先前连续三个月破6以来 失业率首度压低到6%以下 而主计处表示主要原因是因为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 失业的高峰期已过 但是有学者提醒国内的景气并没有全面回温 景气好转的产业只有金融业跟科技业 其他传统产业的失业率仍然是相对偏高 失业高峰期真的已经过了吗 受到景气回温和大学毕业生陆续就业的影响 10月份的失业率是5.96% 比9月下降0.08% 也是即7月份6.07%以后首次破6% 而10月份的失业人数65.3万人 比9月减少8000人 不过今年1到9月份每人平均薪资为43059元 比起去年同期减少6.23% 创下从民国69年来同期最大的降幅 大部分是受到前半年的那种影响比较大 但是他后半年就是说 也就是说从他的年争力来讲 他后半年是有慢慢在起色的一个现象 失业率没有再判新高 眼看年终又快到了 为了让失业者能过好年 老委会也将增加短期的工作机会 预计大概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大概还会有四万五个职权 在经济会的统筹之下应该会释出 尽管科技业陆续接到订单 使得企业雇佣一月也相对增加 紧急开始有好转的迹象 但学者认为这只是单一现象 并不是全面复苏 因为到目前为止 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仍然不高 比如说我们传统那种精密工业 这些东西或者一些比如像板子 甚至于石化业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的活络了 我想唯一比较活络就是以市场为 中国大学导向的科技产业 除了传统产业外 中高龄失业者人数和九月份差不多 并没有因为景气好转而找到工作 尤其中高龄劳工大多属于非自愿性失业 对家庭的收入影响很大 所以学者建议政府 要加强中高龄的在职训练 以及辅导就业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